天摇地动 所有地表上的物件全都混个不停 民众被地牛翻身 吓得惊慌失措 最热门的旅游景点 巴厘岛首府灯帕萨建筑也有回损 包括百货公司和机场航下天花板都被震得松动 医院病患也都撤离到户外 这里是巴厘岛拍到的画面 真正的震央还在100公里外 不难想象强震会有多可怕 许多人在公园草地上过了强震后的夜晚 印尼龙木岛当地时间周日晚间6点46分 发生规模6点9强震 震央位在龙木岛北部属于浅层地震 强震后附近三个小村子 观测到15公分的海啸浪头 随后印尼政府就取消海啸 镇央附近一片漆黑 许多民众全都逃出家门 民众手机拍摄到大楼建筑外墙毁损 碎片掉落满地 根据CNN报道 印尼红星月会确认死亡人数急速拍升 许多名宅毁损 美国地址调查所 原先数据是规模7.0 随后下修 紧接着又发生规模5.4到4.3之间好几起遇震 印尼旅游部门公布 还没有旅客受伤的消息 大约新闻许书妹编译 感谢观看